就是不能不孝父母 你仔细看看 父母带小孩 多辛苦 小孩长大的时候 不孝父母 还能算是人吗 今天 成年长大 不孝父母的很多话 什么原因 没人叫他 在中国古时候 小孩生下来 最重要的教育 就是叫孝 叫敬 孝对父母 对尊长 尽 对同辈分 对一般人 代表的人 是老师 孝亲尊死 家叫 家把小孩的根炸下去了 小孩动得 从小养成习惯了 六七岁上学 老师教 接着教 到 十五六岁 耿炸文了 这个耿炸文了 一生不会改变 古艳于所谓的 三岁看八十 一点不错 现在没有了 怎么办 还是要从头 起步 不从头 半路来学习 到二三十岁 再来学习 不老口 所谓 高明 厚历之下了 他会便捷 什么原因 根不老 古时候 难守的人 很多 你在二十五岁 里面就看 你就看到 很多人 这些是代表人物 为什么 他们难守 不悲 才是名利 所动 不动 要 真能守得住 根深地骨 我们不能不知道 大志家 自信无足 我们俩的日车 无有限量 自信无外 如风 广批 无外 也无内 写底下有 底下接着 自信无内 如今 不信 没有 自信 没有 对立 这里所讲 全都是对立 对立 就是边界 自信光明 如日 普照 自信 自信 是光明 佛经上叫 大光明 藏 就是自信 在 进途中 里面 长极光 图 就是自信 光明 自信 在那里 无处 不在 无时 不在 我们 生生 世世 所有一切 活动 没有 离开 自信 自信 平等 如相 普逊 没有 高下 所以 我们的 经体 把自信 写在里头 经体后面 清净 平等 就是自信 清净 平等 也是 阿弥陀佛的 名号 清净 平等 就是我们的 真心 真心 是什么 样子 没有任务 清净 没有分别 平等 没有动摇 也就是说 他没有无名 阿弥陀佛 也有无名 自信 没有无名 所以论 真心 我们跟佛 平等 什么时候平等 当下 平等 现在就 平等了 那为什么 你成佛 如果我在六大里 自幻腑 你就悟了 我迷惑 原因在此 佛菩萨 觉悟了 不迷了 我们迷而不觉 麻烦 在此 不能 不知道 菩萨 吉身 众神 自信 本具 空气 心 妙云心 无爱心 无助心 无坐心 无外心 无内心 光明心 平等心 一共讲了九句 九个心 只是一念心 难死 西方其乐世界 阿弥陀佛 用这九个心 装阴 佛陀 十一 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 什么 四十八月 一一月 集众生 本具 这些 说得好 啊 本具之心 借以自心 壮严自土 一点 都不假 所以 中风战士 在三十七年里面 告诉我 自心 迷陀 迷陀 唯一心 净土 迷陀是谁 我们跟迷陀是一体 不能分的 迷陀法地运是从真心流露出来的 自心流出来的 不是从阿赖也 我们凡夫 齐心动念 离不开 第六意识的分比 第七识的止处 二 莫纳的 别 脱离不了阿赖也 阿赖也的三七下 是我们的往前 但是 阿赖也三七下 是从真如自心里面 变出来的 这是四十真相啊 阿 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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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